喜师傅说故事 佛陀之金枪赐足 根据佛说《新起行经》记载 释迦摩尼佛在成佛之后 曾经视线受到金枪赐足的果报 金枪其实是木枪 古时候用木头所做的枪 也就是木片 当时佛陀在社会国起石时 正好路边有人在砍木柴 这个人一披木头的时候 突然有一根长一尺两寸的木片 飞蹦了出来 正好就阻挡在佛的面前 佛陀以神通一跃而至空中 没想到 这根木头碎片竟然朝着佛陀直追而去 无论佛陀飞跃至哪里 那根木片就跟随佛到哪里 最后佛陀回到了自己的僧房 然后把脚伸出来 面对接受这根木片 这根木片也就飞了过来 刺穿了佛的脚 当这根木片刺穿了佛陀的脚 直到落在地面的时候 大地震动了六次 随后佛陀便向众弟子说起这个姻缘 过去生 佛陀曾经是一位船主 从前的船只如果要航行的话 必须等到涨潮 当海水涨潮时 另外出现了一位船主 为了决定谁的船能够掀开 两个船主便不断的争论 结果身为佛陀前生的这一位船主 在与对方一言不合的情况下 就手持长矛 刺伤了对方的脚 结果这一世命中以后 佛陀过去生的这位船主 因为伤人而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 可是事情仍未了结 因此他成佛之后 仍然要遭受余报 也就是金枪刺足 恶报现前 佛陀知道这是还债 因此坦然接受 所谓大修行人不昧因果 不昧就是对于因果 清楚明白 了解事情不是没有因果 以上故事 佛陀之金枪刺足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我会用来说 请大家订阅